大家好,我是宁兰山 最近我看了参考消息上的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和我看到的其他情况 可以说是有一种互相呼应和印证的感觉 并让我感觉加深了一些对美国制造业现在情况的认识 我先把这则新闻的图片贴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美国在武装台湾 但是这个武装台湾的进度 这则新闻反映出来的信息 让人着实感觉有些意外 根据参考信息5月2日的报道 根据台湾地区立法机构 2019年11月通过的特别预算案 自2020年起 台湾地区分7年度编列超过2472亿新台币 像美国采购66架F-16V战斗机 尽管这个F-16V 比起中国大陆的歼20还是落后了整整一代 但是也将极大的增强台湾空军的战斗力 根据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 向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报告的交集规划 首架F-16V战斗机 将于2023年初交集 共分4年至2026年底 全数完成66架交集 也就是说计划2023到2026年间 完成全部的交付 但是现在已经是2023年5月 美方却告知台湾方面 首批新机出厂时间在2024年年底 交集时间为2025年年中以后 这个时间比起计划的2023年初 足足延迟了两年半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军售的款项 台方每年按照特别预算规划的进度交付 并未因为美方推迟交集 而调整金额与付款时间 而台军方官员说 军售未能如期如智完成 也并无违约条款 我看到这里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 美国人的霸道作风简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 难怪当初毛泽东说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 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 就一定不讲理 要是讲一点理的话 那就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对此台湾地区国民党明代赖世宝说 这是不平等条约 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要负最大责任 报道称赖世宝质疑 美方要求按时间交钱 交货日期却是当参考用 美方交货时间延到后年 台湾方面却没有相关违约 处罚条款 根本是不平等条约 这个新闻让我觉得比较欣慰 没想到美国制造在产能方面竟然如此拉胯 实际上延迟的还不只是66架F16V战斗机 而且400枚鱼叉反舰导弹的交付也一并延迟了 前不久彭博社等境外媒体发布的新闻 称美国将向台湾出售400枚美国陆基鱼叉反舰导弹 预计将在2025年第一批运抵台湾 并在2029年3月之前完成全部生产与交付任务 虽然五角大楼在4月7日公布了这笔交易 并称已经和波音签约 但是并未公开具体买家 不过美媒普遍认为 这批导弹是为台湾而准备的 400枚鱼叉导弹竟然要到2029年才能够生产完 这对一个超级大国来说有这么难吗 但实际上根据国内媒体报道 这笔400枚导弹的军售 实际上在2020年10月就已经被美国国防部批准了 一直拖到现在才又公布进展 当然这个进展就是一枚也还没有交付 我查了下之前的新闻 下图是2020年10月的报道 该军售包括100套鱼叉案件导弹系统和400枚鱼叉导弹 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援引彭博4月17日的报道 鱼叉导弹采购合约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克·麦考尔等议员所称的 需要加速推动的对台190亿美元 积压军售订单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清单上还包括F16V战斗机 MK48鱼雷 M109A6自走榴弹炮和毒刺导弹 也就是说F16也好 鱼叉导弹也好 还都只是对台军售积压的一部分 这可以看出来美国对台湾军售已经积压了多少 台湾那边的媒体认为 美国方面延迟交付跟新冠疫情有很大关系 全球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了很大影响 导致生产不顺 使得美国方面积压了大量对台军售项目 无法准时交货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理由 其实疫情影响了三年 也不至于F16V的手机交付也要推迟两年半吧 就算疫情导致了物流停顿 交付一架或者几架也这么难吗 我觉得美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以至于这样嘴边的肉都无法实现按时交付 台湾对于美国而言可不仅仅是赚钱的事情 而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关键 在一个关键领域表现得如此拉廓 绝不仅仅是新冠疫情的影响 毕竟F16V首批交付都要等到2025年了 400枚鱼刹导弹全部生产完竟然要等到2029年 都到2029年了 这就很难说是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了吧 就算是绣花这么多年也都能绣完了 再举个例子 在2023年4月份还有这样一个新闻 根据韩国《东亚日报》4月份的报道 韩国政府同美国达成统一意见 将会让美国提供50万发155毫米炮弹 这些炮弹是以租借而非出售的形式交付给美国 而非常清楚 美国从韩国获取这些炮弹 主要就是为了支援乌克兰作战 而韩国为了避免直接援助 采取了先租借的美国的形式 实际上美国政府去年就已经从韩国 采购了10万枚155毫米炮弹 要知道美国很早就放开新冠疫情管控了 而且今年已经是2023年了 居然国防产能还是提不上来 连155毫米炮弹这种产品 居然都要向韩国足解 以弥补自己产能的不足 在美国制造业本身就存在产能紧张 交付缓慢的情况下 乌克兰战场又大量的占据了美国军工产能 这无疑阻碍了对台湾的武器交付 这一点对我方是有利的 要知道 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二战的胜利 和当时其海量的工业生产能力高度相关 不仅能够供给美军的作战需要 还能够大量的援助物资到英军 苏军和中国的盟友 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今天的美国在科技上依然是先进的 但是是否依然拥有快速扩张产能的能力 实在是让人心怀疑虑 这拿特斯拉在中国的工厂和美国工厂对比一下 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2019年1月才开工 2019年年底就投产了 2020年 当年就占到了特斯拉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 2021年上海工厂48.41万辆的产量 占到了全球的51.7% 2022年更是占到了全球产量的54.2% 这就不仅仅是超过美国工厂了 而是超过了中国以外全球所有工厂的总和 这显然不是马斯克不想美国工厂产能迅速扩张 而是确实比不上上海工厂的能力 可以说上海工厂的建设改变了特斯拉的命运 再说美国的新一代福特级航母 它是取代李敏兹级的美国最新一代航空母舰 首舰福特号是2005年开工的 到2017年才服役 耗时12年 而2号舰肯尼迪是2015年开工 原计划2022年交付美国海军 后来推迟到2024年 现在又延迟到2025年交付 如果说第一艘是有研发的时间成本需要承担 那么第二艘航母也耗时10年的时间 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美国自己制造大型军事装备的时间居然要这么久 福特级航母从2005年开始制造 到2025年 20年的时间竟然只能交付两艘 其中1号舰形成战斗力 2号舰还只是到2025年刚刚交付 有意思的是 跟福特级1号舰开舰的时间一样 中国也是在2005年 开始了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改装工作 到2025年同样的时间内 预计会实现辽宁舰服役 山东舰服役 福建舰服役 004和005号航母同时开工的不断升级 我现在对美国制造业有一个观点 那就是美国现在的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 仍然很强大 体现在R&D 研发投入仍然是世界第一 世界500厂里面的优秀美国制造企业仍然众多 但是从1到N的大规模扩张制造业产能的能力 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这种能力我觉得已经弱于东亚地区不少 尤其是中国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如韩国等国家 就连我们一直认为美国保存的不错的汽车制造业 通用福特特斯拉本田 丰田日产大众等公司都在美国进行汽车制造 其产能扩充能力也不如中国了 根据彭博社 Techweb等外国媒体的报道 根据对美国70多家汽车工厂2021年产量数据的统计 2021年特斯拉的加州工厂是美国生产效率最高的工厂 平均每周生产汽车达到8550辆 超过了其他北美地区的主要的汽车工厂 其他北美地区的主要的汽车工厂 大家可以看画面上的数据 但是从特斯拉加州工厂的情况来看 尽管是2021年产量排名美国第一的汽车工厂 但其扩产能力远远不如上海工厂 上海工厂的实际产量平均到每周为9284辆 要知道加州工厂是2012年生产的第一辆特斯拉电动车 而上海工厂是在2019年底才投产 真正大规模量产是在2020年 特斯拉上海工厂竟然投产两年就在产量上 超过了美国所有的汽车工厂 这点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类似这样的各种行业的新闻我还能找到许多 像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再建的两座工厂 第一座工厂于2021年6月份开始东盟建设 2022年夏天封顶 计划2024年开始量产4nm芯片 规划月产能仅为2万片晶圆 由于工程和设备安装进度延迟 人力资源短缺和成本紧张 该工厂甚至可能会推迟到2025年才会全面投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压力 台积电后来又在2022年12月6日 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第二座芯片厂 该工厂预计于2026年开始生产3nm制程技术的芯片 月产能为3万片晶圆 即使到2026年这两座工厂都按计划完成了 并且实现了满产 也只占台积电2022年产能的4%左右 而台积电的产量还在不断的增长 到2026年估计占比连4%都不会到 种种以上新闻让我感觉今天的美国制造 似乎更适合制造量级在中小规模的高科技产品 而缺乏大规模量产的能力 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美国人 习惯了服务业金融业的工作 已经不太想进流水线工作了 也不太想在工厂中当工程师 搞枯燥的研发工作了 缺乏足够的工程师和工人 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国已经没有大规模的 和完整的上游供应量了 这也是支撑1到n的 大规模快速量产能力所必备的 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 那么无疑对我国是有利的 意味着这在民用领域 一旦科技上被我国突破 打破了美国的技术优势 则我方可以迅速的扩产和降低成本 压垮美国的同行 而在军事上 也因为美国缺乏快速扩张产能 和大规模量产的能力 甚至在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后 居然还无法做到 155毫米炮弹的足额供应 这种情况对我方也是有利的 而这种情况似乎对我国 也是有一些歧视的 那就是一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衰落 首先是从快速和大规模量产的 能力衰退开始的 这种能力越是衰退 则越可能影响到该国的制造能力 越来越聚焦于量效价高的产品上 快速和规模量产的能力越是缺乏 则该国有制造竞争力的范围 会越来越小 因此我们不要看不起 我们目前拥有的大规模和快速量产的能力 非常重要 也可以看出我国保持完整的供应链 以及保持足够的理工科人才供给的重要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让我们从中国制造业中 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